哈囉,大家好,我是盧哥,歡迎回到我們的Minecraft生存系列 那麼今天這一集呢,是我們的第26集啦 好啦,今天呢,我先看一下喔 魚,生魚肉,然後羽毛 呃,我們先去看一下我們之前做的那個 雞雞的關關,看一下它 現在成效如何啊 999,我們去看一下啦 哇,這上面已經被我養了超多的雞了 我們來看喔 齁咿 哇靠,一組,兩組,三組,四組,五組,六組 接近七組啊,超多 好,那我們看一下這邊的雞雞 喔,怎麼又跑出來了 好啦,那我們先把那個 羽毛給它放進去,然後呢 這個弓箭啊,我自己生產了一組 所以呢,我們這個超屌的附魔弓 已經有用途啦 對 我們等到有那個耐久 多一點,高一點等級的時候 我們再給它附魔上去 接著我們就OP啦 好,那我們現在呢 先去拿上我們的必要工具 要去探險嘛對不對 今天我打算要去挖礦 因為 我覺得我的礦物不夠了 好,我們先帶上鑽石劍跟鑽石鎬 OK,我們來清一下背包 走走走,我們先去把這個生魚片 放去我們的釣魚小屋 其實我們好像在這個水池也可以釣魚對不對 這個水池只要有水然後就可以釣魚 好吧,那我們走啦 喔,這個床要帶著 好,走 我們先來把這個 魚肉給它放進來 好,那我們現在有48個火把 我們要去挖煤礦跟鐵礦 煤礦跟鐵礦 好,應該是OK的啦 我記得我們家外面這邊有一個 天然的礦場 這個礦場我覺得先暫時給它留著 因為比我們家最近這邊好像 這邊蠻多建築石材的 像很多外面我的那些建材的散場岩 我是來這裡挖的 你看都被我挖的坑坑巴巴的 那這邊還有這種鞍山岩 鞍山岩好像 蓋東西也挺美的嘛對不對 所以呢,我們就先暫時保留這個礦洞吧 對啊,你看這邊都被我挖的坑坑巴巴的 但是我記得我還沒有探索完 那這邊呢,都會撞頭啊 所以我打算再來給它擴建一格 之後下面可以鋪成樓梯 這樣頭就不會這樣撞來撞去了 相對來講移動會比較方便一點 OK,Let's go 給我煤炭,我現在很缺煤炭 你看我身上是完全沒有任何煤炭的 因為我所有的建材幾乎都是燒過的 半磚啊,然後一些陶土 那些全部我都把它拿去燒過 好,我們下來了 這邊都是我自己私下探的 所以觀眾應該不會知道我在這裡面 的路線圖是怎麼樣 但是,無傷大牙 這個,洞大概就是差不多 都長一樣 走走走 這邊上面好像沒有東西 OK,我們繼續往前 好啦,來到這邊就是我們的天南礦場 那,之前探右邊嘛 可是我記得我右邊好像還沒有探完 所以我們,就繼續探右邊吧 我來看一下右邊,到底探完了沒 這個上面 呃 走 喔,對,還沒有探完 左邊這條我們看一下好了 齁咿 喔,有煤礦 哇,直接往下的啊 唉呦 這看起來挺不錯的喔 我們先挖我們的煤礦 這是必須的 最重要的煤礦 給我多一點 需要煤礦 也很久沒有挖礦了喔 前幾集我們都在蓋東西嘛 對不對 終於 讓我抓到時間 拍片 拍Minecraft挖礦 好啦,那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發覺 我這個遊戲變得很順啊 因為 我光顯卡就換了一萬多塊 整台電腦重新組下來 花了不少錢 所以呢 現在就是要 多發片一點 那各位如果有興趣呢 就多多的捧場啊 對 不然 我10月份要出國 最近真的是 挺花錢的 現在是我們的挖礦聊天時間 我昨天呢 在我的YouTube上面有發一個 投票吧 在我社群裡面 對,我問大家說 你們比較想看我玩恐怖遊戲 還是想看我玩 超紓壓的 小遊戲 血藍小鎮 有泰國恐怖遊戲 或是紓壓小遊戲 然後還有那個 其實我有下載 PUBG啊 我這台電腦跑得動 有點狂 我記得 司機這個遊戲是不是要很 很高性能的電腦才有辦法玩 就像是你去網卡 可能要做那個電競專區才有辦法玩 呃 這裡好像沒得探了 那我們就 去另外一條吧 左邊這邊好像也還有得探 我們來看一下 唉唷 有煤礦 唉唷 喔 神怪磚 又是神怪磚 哇哩咧 哇靠 等一下啊 這邊的路怎麼卡人欸 太扯了 啊 這個 小殭屍只有一格啊 你吃我的 附魔寶劍 唉唷 喔 我這很兇 尼瑪 你是不是 喔 欸 我這把劍尻了才會燃燒的啊 不要靠近我啊 不要靠近我啊 哇 這麼近就有殭屍生怪磚 那我們 必須攻略一下 昨天我還蠻感動的喔 昨天半夜發片然後 底下留言的觀眾都是 關心我的身體啊 我就覺得 哇 OK Let's go 我們來攻略這個 哇 等一下我先把這邊 先把這邊圍起來好了 免得 他們到處亂跑 然後我先稍微看一下 唉 這種往下的生怪怎麼攻略比較好 直接衝下去殺火把 衝下去殺火把 從旁邊繞好了 我們先 從旁邊繞嗎 好 我們從旁邊繞下去 看看裡面有什麼保障 唉唷 刮上來了 挖到頭了 等一下喔 這樣子好像 可是如果我往下挖一格的話 我會被尻到 閃邊了 這樣子不知道夠不夠量 應該還不夠 我從這邊挖過去 我從這邊挖過去 然後呢 再 下去啦 然後呢 在這邊 墊過來一點 這樣插得到嗎 插不到居然 有點殘 還在生 一直生 我很怕這樣下去 他們會上來 其實 鑽石馬鎧啊 齁齁 鐵字馬鎧 金馬鎧 鑽石馬鎧 哇操 這樣就差大了 給他封印起來 我記得好像還有一個箱子 還是沒有了 這邊如果他們可以上來我就爆了 把他們解決掉 這也只有小殭屍上的來 死去旁邊 看來必須拿出我的鑽石劍 全部都去燒起來吧 燃燒吧 好扯喔 這把劍根本op欸 除了有鋒利以外還有我們的燃燒 燒下去再直接變人渣 你是不是當機啊 你隊友都死光了還在那邊給我掛機喔 這邊殭屍的生怪磚 殭屍可以刷腐肉嗎 鑽石馬鎧 不錯喔 把一些垃圾放進來 我覺得這個 金盔甲就不用了吧 那我記得還有一些煤礦嘛 對不對 我們來給他挖一下 這種顏色的地板好像也不錯 滿適合拿來蓋我們的東西 來吧 我們把煤礦回收一下吧 這邊要不要做成一個生怪磚 有毒蜘蛛還有殭屍的 只是這個殭屍的好像有點遠 要嗎 有需要嗎 回去把我們的鑽石馬鎧給他換上去 OK 那這邊是確定沒有東西了 對不對 等一下我有點懷疑啊 這牆壁著開是什麼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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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東西 主要這種生怪塔是OK的 只是 是不難做 但是只要有那種 小殭屍啊 他們是一格高 就會有點 麻煩 各位懂我意思嗎 會變得很麻煩 OK 那 這邊呢 目前來講應該是 逛的差不多了喔 好走 我們走吧 Fuck you 還有沒有煤礦牙 啊 欸 喔唷 比劍是不是 你媽的 比弓劍喔 我跟你講 你 很久沒有人吃我的 一隻傳雲劍 千里 哇 真的是一劍 一劍 一劍入魂欸 這射一劍他直接變冷渣 痾 我回家路在哪裡 回家的路 我聽到殭屍的聲音是怎樣 鑽石劍吃不夠是不是 還想繼續吃喔 那這個礦場呢 應該也算是 基本上被我探完了 這邊應該就是 剩下就是拿來 挖一些建築材料 像是 閃場眼啊 或是這種漏射的 應該 之後也會有一棟建築 使用這種蓋的 然後 然後 還有鞍三眼 對 平狂鞍三眼 挺美的 那也是我 熱愛的建築材料之一 但是 最愛的還是 各位發現的半鑽 真的超美啊 而且超好用 CP值又高 好啦 我們終於出來了 歐尼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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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那我們去幫我們的這個 馬馬 我們去幫他穿上馬鎧看看 鑽石馬鎧 感覺不錯 我們這邊有 有三個金馬鎧 然後 兩個鐵馬鎧 然後 兩個馬鎮 哇 很多耶 還有一個命名牌 這個命名牌 要命在什麼 命在馬身上嗎 沒關係 我們之後再來研究一下 我們現在先騎著我們的馬 鑽石馬鎧 來我們給他換上去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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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帥耶 反正大致上呢 就是我會在這邊 用成一個車站之類的吧 然後鋪個鐵軌 你看喔 我當初設計的時候 就已經設計好了 有沒有看到正中間 顏色不一樣 正中間這個顏色不一樣 就是我啊 想說這邊可以鋪成鐵軌有沒有 這邊應該是不會用成車站啦 應該是出來之後 這邊才做成一個車站 就是從這邊出發嘛 然後可能越過這個山頭 越過這個山頭 應該就會是我們的 村莊嗎還是什麼 其實我也忘記了 反正就是會有一個目的地 做成車站 好啦我是盧哥 今天的影片呢 就先差不多到這邊結束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呢 就喜歡 那如果不喜歡呢 就不喜歡 期待我的下一部影片啊 謝謝各位 掰掰 Bullshit The drama The guns The armor The city The farmer The babies The mama The projects The drugs The children The thugs